晋级总决赛战队武汉E-Star Pro近一年时间回顾 21年秋季赛随着青龙转会至E-Star坦然登上首发 武汉E-Star Pro正式开启属于他们的王朝时代 从常规赛开始便展现出惊人的统治力 他们一路连胜,常规赛打出14胜1负的战绩 最后在总决赛4比1战胜广州TTG 拿到他们的第一个冠军,花海,得得总决赛MVP 2021年挑战者杯,武汉E-Star Pro再次和广州TTG会施总决赛 结果和上次一样,武汉E-Star Pro轻松取胜 再次拿到总冠军,坦然斩获总决赛MVP 并把MVP皮肤给到了旅布 时间来到2022年春季赛 武汉E-Star Pro继续发力,好取15连胜 差点追凭由BA黑凤梨创造的16连胜记录 同时,花海纳可陆路里战里胜 最终创造了单英雄的23连胜 并与重庆狼队会施总决赛 总决赛上,武汉E-Star Pro再次创造历史 4比0横扫重庆狼队,总共用时54分08秒 坦然再次斩获FMVP,此时的他们已经拿到了三连贯 KPL首届夏季赛,武汉E-Star Pro横扫活山GK 创造8分40秒的最短对局记录 胜着组决赛,武汉E-Star Pro击败重庆狼队 并且以7分57秒的闪电战再次刷新最短对局时长 并且打破由人QG创造的连胜记录 实现BO7的11连胜 来到夏季总决赛 武汉E-Star Pro2比4不敌重庆狼队 没能实现自己的四连贯 时间来到挑战者杯 武汉E-Star Pro两个4比0结束对手 这是他们连续第五次打进总决赛 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北京微博 武汉E-Star Pro能否再次夺冠成就7分狼 让我们拭目以待